让我们讲一下另外一个 feature IP TCP Intercept 这个 feature 呢 也是 我基本上讲东西都是安全中里边 必须要考的 基本上每个版本都会考的东西 IP TCP Intercept 呢 就是也是其中一个 Citback 是每个版本都要考 TCP Intercept 呢 至少一半的版本都考了的 Ospot 呢 只有一个版本考过 IOS IDS 呢 是每一个版本必考 基本上也是每个版本必考 这东西 清楚吧 TCP Intercept 呢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也是说 必考 好像录音交换也经常考这东西吧 对吧 那么其实说Citical呢 一般来说 它能够抵御DOS的方法呢 咱们从 IOS 里边来讲 这两个 IOS 里边一个 cback 可以做一个 inspect 之后 可以控制什么 hi low 或者有嘛 对吧 IP TCP Intercept 呢 这也是个专门为防御DOS 是设计的一个 feature IP TCP Intercept 其实它也是一个 DOS防御的东西 也是一个防止DOS的东西 那呢 第一个要讲呢 我们要看一下 配置 第一个 它要 你需要 定义一个 设设计的防御系列表 哪些流量需要对它做 IP TCP Intercept 哪些流量需要对它做 IP TCP Intercept 不看我哪个设备能做 97有人做的吗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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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哪个机器可以用 96都可以用 几个 很少设备能支持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 管它有没有人用 现在它们不用了 这个我就记得很清楚 这个设备的 R30可以用 首先你要定一个 防控代表 哪些流量需要 对它做 IP TCP Intercept 既然你叫 TCP Intercept 那么你这个防控控制代表 的定义的时候 就一定要是 TCP的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出错的 我检查作业 和作业 基本上每个学校 都要给我错一遍 这个东西 我给他讲一遍 这个事 一定要是TCP的 那么至于 其义说 语言是什么 你就写什么 这其义经常用语言 然后呢 一定是要TCP的 这个反复重复 这个再错 你们不能再错了 每次我检查作业 都错这个东西 好 每个学校都要意思一下 错一下这个东西才行 然后把这个东西 IPTCP 这就是这个 我就是随便演示一个 然后list dos 把这个防控制代表给调用了 把这个防控制代表给调用了 然后呢 IPTCP 不需要应用 你看我怎么说 CBSA我们运用 我们IDS要运用 IPTCP 全局命令 不需要运用 这个需要给大家讲的 第一个任务 我们的task 第一个任务就是需要 定义一个TCP的防控制代表 扩展防控制代表 去调用一下 你可以理解这个就是说你的应用 这一步 然后紧接的需要讲呢 就是这个mode mode呢 似乎我也给大家讲了几遍了 你就是IPTCP intercept mode intercept 还有mode watch 这个东西也讲了几遍 就是说 watch模式呢 就是 watch模式呢 就是监控三次握手 我不影响你们 对吧 那个 intercept 就是我假装服务器 跟你三次握手 我假装client 跟服务器三次握手 然后我退出 就会跟黑客一样 结果里面就轰了 intercept 两种模式 默认情况下是intercept模式 默认情况下是intercept模式 好 然后呢 一般提议会怎么说呢 如果是intercept模式呢 他说你会 你应该采用一种主动的方式来 去阻止这种DOS攻击 watch模式呢 他会跟你说 你使用一种被动的方式来 抵御这么一个攻击 这种说法就能够判断 是用什么模式 清楚吧 watch模式 好 如果是intercept模式呢 你就不用敲什么了 就已经OK了 mod watch 一般来说呢 很多时候呢 会考watch模式 很多时候会考模式 因为intercept模式 你没得敲的 对吧 所以他一般不大爱考 intercept模式 好 然后呢 有一个tcpintercept drop mode 就是说呢 当当那个半开点也多了 那么还要丢了 丢弃吗 丢弃可以选择是 随机丢弃呢 还是 还是丢最老的 两种模式 Drop mode 老的 那个最老的 一个丢弃呢 是 末证值 其实要考就考虑 肯定考这个 就是吧 那个 末证值 他肯定不会考了一个 那考虑你怎么敲 你这个肯定是mod 肯定是under 他如果要考 他肯定考 这个东西 好 然后紧接着 就是一些 IPTCPintercept的一些时间 这个其实有 有点像那个东西 怎么说呢 有点像我们CBAC里边的东西 CBAC不是一个同步时间吗 记得吧 同步时间30秒 末证30秒 同步不了 干掉 对吧 这个里边呢 这个里边呢 我们不是说CBAC默认 我认为 我说他是一个 watch模式吗 那么 他这如果说是选为 watch模式的话 那么 末证有一个watch timeout 你就可以理解成为 同步timeout 那个 一样的功能 watch timeout 比如说watch模式 他会让你调成10 考试一般能说 他要我让你做的话 肯定就这么 调 TCPintercept watch timeout 一般来说 就让你说10秒 你调一下 你选着watch模式 选他才有用 听说吧 选watch模式才会调 watch timeout intercept模式 就没这个时间 听说吧 好 怎么 fn 这个东西就是 怎么你监控一个东西 然后发现 fn交换 多少时间把它给清除 默认是5秒 当然这个东西没有考过 如果说他说监控的fn10秒钟 那么你就把你的表象里边的那些状态信息给清掉 你就调它 convention timeout 就是说 你可以理解成我们cback里边的 idle timeout 就是 就是 哦 看啊 low active other low active 就是 idle多久 把它给干掉 idle多久 把它给干掉 那么好像考过1800秒吧 不是1800秒 就是根据提议吧 就是说连接这个时间多长 你就基于它再来做 这是建好连接的TCP low active 多久去把它干掉 好 一会儿呢 我们就会设置这个值 max incomplete high low one minute high low 这个东西 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对吧 就是说超过了 我就进入aggregate模式 那个 滴下来呢 我就把它变成 恢复瓶颈 对吧 我们先敲一下这个 max incomplete 一般都是1000 一般都是low 800 但是 考官的习 就是考官出来一本书 7个时间里面书 他老外有这个习惯 但老考官习惯 我们就要 去跟他一起 我这个习惯 他都喜欢把这个东西设成一样的 他要把one minute 他也要给的设成一样的 你又可以看 他观众书 他也都这么写 当然了 我认为啊 既然下边这个设 上面就没有必要设了 对 下边应该更厉害 对吧 他的习惯呢 但CBAC他从来没这个习惯 CBAC他就写这个max 这个东西 IBCC Intercept 他也有习惯敲这个东西 下边都一起敲 你考官出了自己的书吗 他有一个自己的7个实验的书吗 他出了自己的7个实验 然后让让这些来prolive 那种输入 他有自己的解法吧 他解法里边呢 就有这个习惯 这个比如说 比如说我3个月里边 老是爱漏 漏掉抗数口 每一个敲一个叫漏一个 写下去 敲一个什么漏一个 写下去 这些都是考官的习惯 在这个上面就爱这么写 他有这个习惯 我就这么写 嗯 他就经常这么写 我也就这么写 我的解法里边都是这么写的 TCP Intercept 都一起敲 CBAC的就只敲上面的一个东西 这这个东西 好的 我们再讲一下 我们讲过 PIG是DOS防御 莫等情况下的Watch模式 超过了 变成Intercept的模式 我们CBAC也是这么做的 开始是Watch模式 超过了变成Intercept的模式 对吧 但这个呢 Watch模式就是Watch模式 Intercept模式就是Intercept的模式 听说吧 那么他们怎么表明 怎么表明你是Aggregate的 怎么表明你是个瓶颈的 对吧 其实这个很简单 那么 Aggregate Watch模式本来是10秒 我几乎是10秒 那么我变成Aggregate之后呢 5秒减半 清楚吧 5秒减半 再更快的释放我的连接 清楚吧 那么Intercept的怎么体现呢 Intercept也很简单 那么 正常情况下 你发一个包给我 我回一个包给你 对吧 你等不来 重传 等不来又重传 又重传 TCP不就超时吗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选择什么呢 本来以前重传是1秒 2秒 4秒 8秒 这么重传 那现在他会变成0.5秒 1秒 2秒 4秒 这么重传 把这个重传时间的减半 这样呢 会更快的释放连接 这就是Intercept 他进入了Aggregate模式的一个策略 Watch模式 他Watch他帽子减半 Intercept的重传时间减半 就他认为就直接进入了Aggregate模式 删除的速率更快一些 删除老连接更快一些 还有这种策略 好 这个就没有了吧 好像就这么简单 这可以看一些 TCP Connection TCP Intercept Status 你Connection 就是哪些 Session 建立起来了 这些一些状态信息 配置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没有了 看他在这个文章就这么简单 一般的我看一下 给大家再重复一下这个配置 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 List TCP 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呢 是什么Mode 大部分是WatchMode 有时候是Intercept WatchMode 叫做主动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WatchMode 是一个被动的方式 那么 你要要考ZoffMode 肯定考这个 因为ODS是默认的 好 然后呢 就是 WatchMode 有时候会让你调 在Watch模式里边 才会有WatchMode 你考这个模式 才会考这个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HIGH是多少 Low是多少 根据提议是HIGH是多少 Low是多少 但是我们习惯了 这个One Minute和Max呢 是要设成一样的 就是这个东西 不需要应用 这就OK了 然后提议呢 一般会给你讲 这个 这个攻击的源是哪 目的是哪 那自己就给你讲清楚 你就跟他这个 敲上去就好了 IPTCP Intercept 就在这儿 这儿就会让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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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就会让你来说